近些年国内电网不断升级改造 我国随处可见的银色电线杆 将错综复杂的电线变得井井有条 看起来十分先进 可是在大洋另一端的美国 至今还使用着木制电线杆 难道发达的美国连先进的电线杆都造不出来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是知识TNT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银色电线杆的发展史 几十年前中国的电力系统还处于发展阶段 错综复杂的电线只能挂在低成本的木制电线杆上 而这种做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木制电线杆属于天然的材质 一遇到梅雨季节就很容易滋生细菌 真菌 长期树立在户外也成为了蛀虫 啄木鸟啃食的对象 使用寿命也因此减短 为了使电线杆更耐用 人们发明了水泥电线杆 使用钢筋混凝土制作而成 不易腐蚀 使用寿命可以达到60年左右 也正是因为使用时间变长 导致电线杆上的电线越积越多 时不时还会悬挂在半空 尤其是雨天 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为了解决电线散落的问题 专家们在电线杆上增加了一个金属支架 连接组合电力系统中的各类装置 起到传递机械负荷 电气负荷 以及某种防护的作用 这也被称为电力金具 这些电力金具大多是钢铁结构 比起木质水泥的电线杆 硬度是够了 但长期暴露在户外 就会变得秀气斑斑 影响使用 后来人们发现新这种金属 抗腐蚀性较强 被腐蚀的时候 会产生一层致密的氧化膜 覆盖在金具表面 保护内部的鑫和钢铁不被氧化 新的普遍运用 也使大量的镀芯厂应运而生 电力金具生产出来后 就会放在镀芯厂的酸液中浸泡 清理表面的杂质 随后转移到500摄氏度的液态星池中 加热镀芯 再次拿出来就变成了银色 镀芯的钢铁可以有效地防止水汽氧化 使用寿命长达几十年 使用期间 如果发现钢铁表面的新膜脱落 电力工人只需局部填补一下就可以 虽然电线杆的防腐问题解决了 但那些常年暴露在恶劣天气下的电缆 却因为环境的影响 受到了更大的磨损 后期维护起来 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为了进一步改善这个问题 我国专家们提出了将电缆埋在地下的想法 但对于这一转变 国际上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例如日本的一位教授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使用水泥电线杆的成本已经很低 如果再耗费巨资 铺设地下电缆 实在是多此一举 那么我国为何还要铺设地下电缆呢 到底有何好处 建造电线杆 看似投入的资本很少 但由于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影响 使后期维护成本逐年增加 反之地下电缆虽然前期投资大 但深埋在地下的电缆更耐用 后期不需要频繁维护 所以从长远来看 地下电缆的成本相对少一些 其次是从安全方面考虑 如果在空中的电线出现问题 电力工人就需要爬到几十米的高空作业 这也使电力维修工成为了高危职业 而铺设在地下的电缆 就不需要工人高空作业了 出现问题时 只需要将电缆从地下挖出即可 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最后就是从土地资源的角度来看 为了更好的供电 路边的电线杆 每隔几十米就需要建造一个 使一些本旧狭窄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 土地资源也随之被占用 所以建设地下电缆 无疑是立国立民的功臣 其实日本教授不理解我国为何要耗巨资建造地下电缆 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之一 很早就建设了属于自己的电网 发展至今 电网老化的程度逐渐加剧 每年光维护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日本也曾希望能够整改电网老化的问题 但升级也就意味着负担的更多 我们知道日本处于地震带 发生地震或者火山喷发频率较高 将电缆埋在地下 一旦遇到地震就会受到破坏 并且每次维修都需要撬开地面 成本太高 所以日本迄今为止都使用的是水泥电线杆 地上维护成本比地下维护成本低得多 地下电缆如果频繁地维护 对于日本的交通来说也是非常致命的打击 很容易造成交通堵塞 人流拥挤等 但这些对于中国来说就无需担心了 因为中国第一大物博 经济发展迅速 电缆铺设工作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事实上 在发达国家中远不止日本使用电线杆 就连大洋另一端的美国 也一直使用电线杆来供电 但与日本不同的是 美国至今仍使用的是木制电线杆 说到这儿 不禁有人疑惑 如果日本水泥电线杆相对落后的话 那美国的木制电线杆 是不是还处于几十年前的水平 在美国 不管是繁华的城市 还是人烟稀少的农村 都能看到一排排的木制电线杆 树立在街道两旁 按理说 美国属于发达国家 基建设施应该很先进才对 为何至今仍使用木制电线杆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属于林业大国 非常注重自然环境的发展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3.9% 丰富的木材资源使取材更为便捷 当地人通常会挑选一些坚硬粗壮的树木 当作电线杆使用 为了让木制电线杆使用寿命更长 还会对木头进行防腐处理 其次是成本低 美国地广人稀 电线杆分布十分零散 如果全部使用钢铁材质的电线杆 成本实在太高 相比之下 木制的电线杆自产自用 价格低廉 移动起来也较为灵活 经过特殊处理后 使用寿命也大大增加了 最后就是电压低 美国很多地方电压较低 电线电缆也相对轻巧 而木制电线杆 就正好可以承载这些电缆的重量 虽然美国大多数的电线杆都是木制 但近些年也有一些地区 会采用混凝土 复合材料 镀星钢材的电线杆 总的来说 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都是根据实际的国情 地理位置 综合国力来决策的 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 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这是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请点赞 关注 评论吧 我是TNT 我们下期再见